我们刚刚聊了很多颜色的部分 但是所谓这个真金不怕火炼 光说不炼就是假把戏 所以我们今天马上请了一台车 还有我们的专业达人这个良谦 来帮我们解说一下 其实除了我们去大卖场 自己翻翻本子 去询问店家 原来我们的车上 还有可以看到有标示的地方 来帮我们解释一下 其实你知道我们拥有一台车子 大家这个难免都会磕磕碰碰 尤其是像我们这个是中午车商 有时候客人卖给我们车 难免都是有些使用痕迹的 到这些使用痕迹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做 烤漆不太划算 因为并不是很大 那我们就选择要用点漆 而且保留元漆也会比较保值 当然当然 那如果说这个范围比较小 那我们希望点漆 一个点漆的问题来了 当我们到卖场里面这么多颜色 我怎么样确认到底我的车是什么颜色 那今天教大家一个简单的PayPal 来看一下说 怎么样知道你的车子是什么颜色 真正它的颜色是什么颜色 对对那你也可以去用这个 譬如说你跟厂商叫货的时候 你告诉他这个代号 这个来的颜色就会是更准确的 它就有一个编码色号就对了 对它其实有个色号的 那如果说我们先以欧美车种来看 那它是一个通车 但是不一定每一台车子 它都确实在这些位置上 那在B&W或是Volvo 它们通常在引擎盖内 这么有一个示意图 通常来讲 它会是在这个贴纸上 所以你现在标出来 这个荧光色的 就是它贴纸的位置 对它有可能会有一些车身的贴纸 那上面就会有写 通常来讲 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写一个Paint或是Color 那后面这个代号 通常就代表是它这个车身的色号 所以你就可以再找一下 譬如说像这个Alfa Romeo 或是Mercedes Spence 它都在引擎盖内 像Alfa Romeo比较特殊 它会在后车厢内 大概在这个位置 有没有看到 后车厢这些位置 那还有呢 就像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 就比如说引擎 那个车门打开的侧边 对通常它会跟车身号码写在一起 还有我们的这个什么 什么载重啊 气压的那个地方 对对对 就是打多少气的地方 它通常会贴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欧宝 克莱斯勒 这个Rover 或者是Volkswagen的奥迪车系 那通常会在引擎盖内 车门周围 或是后车厢内 但是位置你找一下 对 翻翻看 会看到这样相关的字样 那当然如果说你是开这个日系车种的话 所以日系跟欧系习惯也不一样 对对对 可能位置会有点稍微 稍微的不同 那我们分大概如果是你比较偏向是轿车的车系的话 通常是在驾驶座这个靠近门边处 大概也其实位置是差不多 但这个位置 那或者是说副驾驶座靠近门边处 就是这两个位置 然后还有就是挡火墙上 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日系的品牌 他们是用一些名牌 那我们银色的名牌 那上面就会有这个 有可能会有写这个Pant的颜色 那如果你是比较偏向这SUV车款的话 通常来讲就是也是在驾驶座的B柱 或者是这个前方的这个正副驾驶座下方的引擎盖 这个引擎室内也会有可能 打开引擎盖 对对对 还有是驾驶座的下方 有一些会贴一些贴纸在这边 那你就去翻翻看 看看你的车子找不找得到 那今天我们也带来了这台车子是这个CX3 那CX3 Mazda的话 这台是进口的嘛 那我们来找一下它的这个 贴纸到底在哪边 对对贴纸在哪边 那我们因为这台车子是这个应该算是那种新灿蓝 就是这个蓝色的 现常看是蛮深邃的蓝色 对对 它是有带一点金钻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是它的一个贴纸 有看到吗 它除了它的车身号码以外 旁边这边有写一个paint 有没有 42M 42M 对 它通常会写paint或是写color 是 那这时候如果你在以这个去跟厂商叫啊 或者说你在网路上找这个点器相关的颜色 它问你什么样代码 你就把这个代码告诉它 但是我应该是必须要跟他讲说是马自达 哪一个型号的车子的42M 对你品牌要告诉他 然后42M 它就会给你它这个原厂对应的颜色 但是要注意一件事情 因为这台车子它是有使用过的 所以它在这个日照过 它有可能它的颜色也会有一些色偏 这时候如果你要点漆啦 难免都还是会比较明显一点 它还是不可能完全一样 那如果你是去烤漆 它们就会去对色 就会以这比如说一样的颜色 再去做一些些微的调整 是 来配对这台车子的颜色 那如果一般其实有包膜的 它会不会对这个颜色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 这个专业 你马上发现 你会发现我这台车有哪个地方不同 是这看起来就不知道哪里怪怪的 我首先先看到这边卡到啦 好这边卡到 我跟你说其实这台车有一个特别 这台车是我刚买回来的车子 那大家如果稍微不知道摄影机前面看不看得出来 其实这条A柱是有包膜的 对管不懂我感觉那个地方怎么颜色有点奇怪 好像比较雾雾的对不对 那它那个金钻的那种感觉好像没有这么明显 其实这台车当初是有全车的包膜 但是因为这个包膜已经很旧了 它是包这种透明的车膜 就犀牛皮那种全透明的 那所以我们就把它撕掉了 那所以我们撕了车门以后 这边还有一些还没有撕到 可是你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 在上面这个车主它有包膜的地方 它现在来看这台车是大概已经六年左右 六年左右了 所以它的是比较雾的 有没有看到 对就是它比较雾 就好像有一层东西薄膜在上面的感觉 对那其实这就是你平常洗车的痕迹啊 然后稍微这些跳石啊等等的一些磨损 在这个上面 那其实车膜也是会旧的 所以当我把它撕开 你看我这边撕开以后 其实是怎么样 还蛮亮的 其实应该要感谢它有贴啦 它拉掉之后 其实看起来 光纯度还是不错的 不过你可以看到我这个车门 其实它还是有一些客丧啦 这个就没有办法 因为这就是它实际真的有碰撞的地方 那不过你可以看到 它的车气的亮度是维持的还不错 所以这个车膜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跟分享 就是说如果有贴的话大概是这样 所以其实车膜也是有一个寿命 那时间到就会把它撕掉 才会保护住你的这个车膜 那我们当然也是要问一下两千啦 因为本身这个中古车经营嘛 那什么样的这个车色啊 到底会比较保值一点 其实坦白讲啦 大家还是接受度比较高的 还是会在白色啦 那当然我相信新车公司 法拉利除外啦 对啦 法拉利的话 你喜欢什么车都可以这样子 但是因为说 因为为什么这样讲 就是说其实在中古车市场上 跟新车是稍微比较不同 那如果说我常常跟大家分享说 10台车 10个客户里面 maybe喜欢白色的有8个 那对我们来讲我们是希望周转率高 所以白色的车相对来说 我们会跑处理的速度比较快 所以以这个厂商的角度来讲 原来是因为是接受度高低的问题 对对对对 因为你今天可能今天才红了 maybe他状况非常好 可是也不是因为喜不喜欢那个颜色 而是后面要买的人 他就是要白色 对那有时候中 你看中午车市已经有一些使用过的车子 那车厂流行的啊 通常会在新车公司卖的 是当下最流行的 所以他的广告会去promote这个颜色 但是在maybe已经三年五年以后 对那大家在看那个颜色的时候 可能觉得已经没有再推这个广告了 那比如说我们通常一般在聊的 因为有些车子它很到了年份 它会出一个经典的特色色 那那个特色色是加分还是扣分 特色就小心点 就小心点 真的因为除非就像刚刚这个是B&W 它是黑加白 我觉得是相对非常保守的颜色 那个很漂亮啊 我觉得OK是没有问题的 那如果说是一些比较特殊的 像我们有遇过那种苹果绿的啊 苹果绿 或者是特殊的黄色啊 金色啊 那这些就像野马也有黄色的 那其实黄色的野马 就会比这个黑白色的野马便宜一些 这个是一定有 实车也蛮漂亮 倒是如果可以接受的一些民众 其实选的特殊色也算是赚到 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既然你是买中古车子来看 或者说你今天是新车买一个特殊色 你要考量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考期的价格 因为价位上面其实像Mazda的这个魂洞红 是非常受欢迎的 可是其实它在外面的房间 很多考期师傅不太愿意做 或者是单价很高 所以它的这个维修上 因为它很容易产生色差 所以我们常常如果我们补修这个门 后门就感觉怎么样 两个颜色 那我们来问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 如果同样是一台车 以再为例 如果你刚刚提到的是白色 它的价格 或者是anyway 它任何一个颜色特殊色 它的价差大概会在多少 其实如果说我们的保守一点来看 你老实讲 我们讲这种车型 你这个单价 大概可能在四五十万这样的 二三十万三四十万的车价 其实大概一个车身的价格是说 会差个大概一两万块钱左右 差个一两万块 但是我这样讲是差别是说 如果建议你的车是很热门的 那我们很想Mine你这台车 它就用我跑少啊 然后车况好啊 其他的条件非常好 那原本也许我们假如行情50万 可是我们会愿意买到52 但如果你的颜色不对 那可能五十万 我们只愿意买48 那就变成前前后后的差价 其实不一定只有两万块 所以这个部分就大家特别留意一下 所以我们在买车的时候 就是说它的颜色已经决定了 往后你要换车时候的一个成本 要把它算进去 那另外一个就是比较重要 除了外观的车色啊 内部我们车内的颜色 会不会受到影响 车内颜色我跟你讲 台湾真的还是相对 在中午车市场上是相对保守 大家还是比较喜欢深色的内装 原因就是好照顾 那像我们比较常见 有些就是几皮的啊 或者是特殊色的 那其实你说台湾的车速度有没有越好 我坦白讲我觉得是有越来越好的 尤其是在一些高单价的车子上 因为譬如说像我们最常见的 像C300 W205的 它有这个白红配 白色配红内装 还有搭配通风仪 那其实蛮多人会喜欢的 但是如果说你是比较偏向是家用车 比较保守的 那我建议大家啦 还是以好照顾为准 因为你的消费者 他也下一次接手的车主 他也是希望好照顾 我这个曾经遇过一个朋友 有一台车 他买了一台车享受了两个颜色 非常特别 是一台非常非常旧的一个SLK 因为那时候最早期出来 红色内装是很夯的 然后他就开给我看 开说哇 我说好漂亮 就过了几年之后 他内装忽然变黑色了 纯黑哦 很漂亮 我说你是为什么变黑色 他说因为环保零件全部退色 然后他自己把它吐掉 当然是很早远的事情啦 那后来反而是黑色内装 价钱还比较好 对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说单纯是以车 以内装的颜色来看 那像其实我遇过保时捷 如果你说你是比如 比较高单价的车 那你选的颜色也比较特殊 那像然后内装的颜色 也比较特殊 其实那个价差 不是只有这三十万块 可以借取 我有遇过那 因为你选内装颜色 就要多花十来万哦 可是你在卖价的时候 可能还有可能被扣钱 好 那听了这么多颜色 我们待会来问一下 这个Eddie哥 因为他呢 有带了一个比较特别 就是说你要重考 或什么之类的 一个小Pitball的一个色卡 那我们请这个Eddie哥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哇 Eddie哥 你今天这一桌满满的 我觉得太丰盛了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我们的考期之前 要做什么样的功课 我们先讲 就是这些东西呢 其实现在在买新车的时候呢 大部分都是用电脑PDF 没错 用PDF档 或者是用电脑来看车色 对 实体提供这个颜色的并不多 有东西其实我有商量过 它其实不外借 今天是某些品牌 就是协助借我的话 因为上次我们去这个保时捷 它从抽地里面拉出来 给你看一下 然后再收回去 那个是不用外借 今天外借到的是这个 好 我们先看 Shikoda 原厂的在展间的时候 选颜色 对 就是用这个色球 这个很有感觉 这个圆形的球 当然这是颜色 你看 是 有光白色 嗯 其实就是两个不同的白 对 然后这后面都有号码 嗯 它原厂都有号码在上面 所以它就是拿这个来选车的颜色 对对 但是你 消费者不需要知道号码 是 只需要知道说 我喜欢来 这个比较白 对 这个有一点 看着有一点 有点灰啦 加一点灰啦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金属的 金属色 对 那这后面一样 它有一个选购 是有个号码 号码只是品牌 人填单而已 对 选车号 选车色 我们最主要消费者 就是看颜色啦 对对 再来就是 这个是一个 好 配件的一个组合 他拿给我选 可能要选很久了 这个是这个福斯 德国原厂 盒子上面有 是给经销商 给客人做选择 可以这么多可以选啊 这个已经是历史了 这个包含全车系 它全部都有了 所以它有 这个不同的内装 这个内装的用料的选择 各车系 哇 这个很仔细 对对 所以才有 才有这么多个颜色 是 我们来看 这个皮革也不一样的 那之前还看到 这个是你看 GTI的内装布 这个好经典 这个就是所谓 全车系在贩售的时候 是 它有提供像这个 哦 木纹饰板 木纹饰板 它这边 核桃木样式的 它都有这个名称 对 这个上面都有 都有这个 所以这个归档之后 如果我是一个玩老车的玩家 其实有了这个 我就可以去找到 它原本相对应的颜色跟材料 对 应该说我们 应该说出讲 就是说 至少我知道 福斯的车系 里面呢 它有一组车身码 好像欧系的车身码 是 这个车身码包含了 制造的时候呢 它是什么样的内装材质 对 用了什么样的颜色烤漆 所以其实这个是 新车选择的时候 你选定以后 它写在规格上 变成一个定制 以后呢 将来你这个车定制码 它有一个车身码 就会包含你所选的 这些内装跟外观色号 有点像一个身份证啦 对 也就是一个license 就给你弄在上面 出售的时候就是根据那个 所以我们说 在我们这个车系呢 福斯奥迪车系呢 基本上你要买零件 或者是要烤漆 都要先报车身码 行车上有个车身码 这车身码包含了 所有的配件 所有的这个相关的配置 比如说 我又没有恒温空调 是 还是我是这个 只是单独的这个空调 它都跟这个车身号码有相关 所以一路到 烤漆跟内装也是一样 那艾迪哥 假设说 刚刚你讲的是有个license 很明显 知道什么号码 那假设我们今天没有呢 我们是不是要拿这个去 对颜色 我们到底要怎么对 今天呢 另外一个 除了这个新车 跟新车的这些示范以外的 我们来讲这个 所谓的aftermarket 就是后装的这个烤漆 就是说你到这个什么 烤漆的你要换颜色 当然你要找原厂车也可以 这个是这个德国的 这个英哥牌的这个漆料 它所提供的这个 那它现在主要是对应浮丝 对 那厂牌都有写 它就是对应浮丝 那这个叫 应该叫 这个叫色卡 这个色卡 其实就是 它其实是一个金属片 那为什么说是这个金属片呢 就是因为你测试是板金 对 所以用金属片来做这一个 就是它是真的有漆在上面 喷涂在上面 它摸起来其实是冰冷的 它是真的有金属的感觉 所以它是金属漆 那这样子来做 我们举例 来做个板金对色 是 到旁边 做这个板金对色的时候呢 就可以对到颜色 而且质感比较像 比较不会有色差 对 就是它可以对 到底是颜色色差是怎样 或者是怎么挑 就是这个时候是 没有这个编号的时候 我们只能够涂法链钢 一个一个去对 那像现在李哥这个光是一个蓝色 哇这么厚一叠啊 对对对 这个我讲 就是说这个也是这个德国原厂 就是这是漆料的厂 它为了配合大家在这个各种 各种的蓝油的偏黑油的 有不同的 它其实都有电脑编号 每一个都有电脑编号 电脑编号就会有这个 它的这个成分 对 跟偏哪一种 那其实烤漆很重 师傅的变色力 是 因为机器调出来以后 我们讲嘛 刚刚2000有讲过 就是像这个车 因为太阳晒 对 它其实会色变 所以你找到了这个颜色 即使色号对了以后呢 对 但是因为太阳晒 必须做些微调整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就算是我对到这个颜色 可是因为日积月累的一个 风吹日铃 然后我可以把它稍微调的 更像是有历史感的感觉 比如说我们讲红好了 红色的问题就是很鲜艳 但太阳晒久了它会褪色 对 它红色就褪色 所以红色会褪得比较严重 这个时候如果你有部分 要烤漆的时候 它就要调整出 那个后面的颜色 就有点像我们白色 它其实会有一点点 这个变黄 偏黄的感觉 所以它后来如果做修补的时候 它要靠师傅的经验 调色准确 然后再配一些东西 让它变得 跟你现在的车 其他的板件比较有色差 其实台湾的这个 我觉得师傅 他不管是工法 或者是这个用料涂料 其实我觉得都是一等一的 那如果我们平常没有这么大的成本 可以整片烤漆的话 其实还有点小撇步 待会两下来教我们 怎么样自己DIY稍微补一下 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是点漆笔 因为其实大家难免都会遇到这个颜色 颜色判断以后 我们就去买这个东西 那其实大家一般在这个正常的状况下 应该很难取得自己的车漆的颜色 那如果遇到这个状况呢 其实建议大家像是这个汽车用品店 他们都会卖像这种 比较简易型的这种补漆笔 那这个补漆笔呢 其实蛮多都会分品牌 所以你可以去对应一下 大概你是什么样的品牌 不过我认为这种颜色通常的误差 会稍微比较多一些 那建议大家就是说 我们尽量挑一样的颜色 那它上面还有一些 这个颜色的地方 可以让你去做一些对比 不过我觉得这个误差颇大啦 如果你是比较标准的颜色 譬如说像白色 可是其实白色有非常多种 有什么宾室 B&W白啊 那也有日系的白色 那甚至珍珠白 这蛮多颜色的 那不过这边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可以先挑一个 相对应接近的颜色 因为毕竟补漆的功能 我认为主要除了美观以外 然后第二个功能就是说 避免这个漆啊 或者说再生锈 板金生锈的状况 所以我建议大家就说 我们先买了以后呢 那其实像这个东西 我们今天带来这个东西 它是打开来以后呢 那它里面是一支简单的笔 那我们就要摇一摇 把它的颜色摇均匀以后 我们去点击 那我自己个人在点击上面的经验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尽量是要先清洁过 这个受伤的位置 先洗车啦 对对 先判断出来说 稍微拿一些清洁蜡 稍微先推一推 判断出来到底这个破损的地方 有没有伤到 但我分享一个经验 上次我的特斯拉破损之后 我就先推一推 就越推越大 对 那是特斯拉的原因 那可能还有你下手太重 是 我可能太用力 太用力推了 对那如果说 你在尽量点的时候 我们清洁完以后 我的做法是尽量就是点在这个里面 稍微凹陷的地方 那旁边再扩张一点点就好 因为我有一次的经验 就是你刚才讲的 就是点的有点慢 然后有点亮亮的 然后我就忘记了 我就开车 一开车就变成一道泪痕 你知道吗 对后来就听你讲 你也点太多了 对就点的比较多了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 会建议各位就是背在车上 对不对 对啦 就是说我们就检疫的处理一下 是没有问题 那如果真的很严重 或是范围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再来做一次的处理 因为比考虑算一整片的嘛 所以一次处理就好了 是好 那谢谢2000呢 就是跟我们分享这个点漆笔 我想大家越点呢 手就会越精巧 以后就可以点出 越有经验 更漂亮的东西出来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2023 大家除了 在评比我们车子的引擎 外观以外 其实大家知不知道 在内装体验的部分 也有一个评比大奖 我们待会来看一下 这期间的把公车子的引擎 这些消息 我们在一次 我们在一起